张绍博的小提琴会说话 我叫张绍博 大家晚上好 这是湖南卫视 晚间新闻啊 观众朋友 你们好 张绍博还没用小提琴 为电影的金钱场面配乐 观众边看电影 边听他的小提琴 就更有感觉了 张绍博的童年很不幸 他刚生下来就没了爸爸 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 尝尽了生活的心酸 生活的压力让妈妈夜夜以泪洗面 学琴对他们家来说 更是件相当奢侈的事 这艺学就是十几年 练琴的枯燥是最难忍受的 一个音符就拉很长时间 就这么拉 文件记者张绿琴于奇 恭喜您辛苦后天 既有了扎实的功底 又树立了自己的特色 从此听粉丝吃饭 多香啊